太帝狗狗有类痕怎么治 其实大部分的太帝狗狗都有这个问题 因为这是它们类型分离过旺盛的一个标签 在出现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们可能要先从基础的上面来看 是不是有类管阻塞这个问题 当然它所占的比例比较小 这个让医生去做一下判断其实是很简单的 或者做一下疏通也是比较容易的 然后说此以外 有的时候是因为食源上的问题 并不是单纯吃狗粮的 或者是狗粮吃的油腻性比较大 或者是会跟着人吃 吃一些油盐酱土葱姜蒜添加的东西 它也会造成比如像是 中医上叫上火这样的一个情况 会造成类型分离比较旺盛 还有的是比如像经常会在草丛当中 或者是旁边有工地 会造成损成的一些干扰 它也会造成一个类型分离过旺盛 平常的时候我们可以去给它吃一些 口服的营养眼睛的一些药物 比如像是添加胡萝卜素维生素A的这一类制剂 然后在狗粮上面去选择添加金花 或者百合降火的一个成分的狗粮 去给它去吃到 往往对于类型会有一个比较好的帮助 小推士 泰迪狗都有这个问题 从基础上面看是不是有鼻泪管阻塞的 让医生判断是很简单的 做下疏通也比较容易 如果不是单纯吃狗粮 吃一些油盐酱素等东西 可能是上火后造成的类型分离比较旺盛 可以吃点还有金银花 或者百合成分的狗粮 对类型会有很好的帮助 请ész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谢谢观看